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十几天的商议 星期一5月1日 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PSAC已经与财政委员会达成了一份临时合约协议 四年加薪12.6% 该协议覆盖了全国12万多名联邦政府公务员 结束了全国性罢工 并要求员工在加东时间5月1日上午9时 获他们的下一个预定班次返回工作 然而 全国3万5千名加拿大税务局员工的罢工行动 仍在继续 合同谈判正在进行中 根据PSAC新闻稿 PSAC为成员争取到了一份公平的合同 该合同超出了雇主在工会发起罢工行动之前的原始报价 并提供了高于公共利益委员会的建议 以及其他联邦谈判代理人协商的工资增长 此外 协议还为PSAC成员的远程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新保护 PSAC全国总裁Chris Edwards表示 该协议为工人们带来了重要的收益 这将为加拿大的所有工人设定标准 在通货膨胀率创历史新高和企业利润飙升的时期 工人们却被告知要接受更少的东西 但我们的成员团结起来为更好的目标而奋斗 在2021年到2024年的协议期间内 PSAC协商将工资总额增加12.6% 此外 PSAC还在保护工人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协议中 获得了额外的第四年 以及一次性支付2500元的抚恤金 这相当于财政委员会谈判单位 普通PSAC成员工资的额外3.7% 周一上午晚些时候 财政部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 确认了这项初步协议 其中还包括关于因家庭相关责任而带薪休假的规定 以及为原住民员工提供新的带薪休假的规定 财政部委员会表示 在集体协议之外 双方同意对远程办公指令进行审查 并将成立部门小组 就员工的担忧向副主管提供建议 财政部委员会主席Mona Foltier表示 最后我们为员工达成了公平竞争性的协议 这对加拿大人来说是合理的 本次 PSAC共有超过15万5000名联邦公务员参与罢工 一个由财政部委员会下属的 大约12万名员工组成的团体 分布在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 以及一个由CRA的35000名工人组成的较小团体 加拿大税务员工工会是公务员联盟工会成员 但是劳资协议谈判是分开进行的 因此刚刚达成的书部协议不涵盖税务员工 双方谈判的焦点包括工资涨幅 远程工作和劳动保障等 工会称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行动 自4月19日凌晨罢工开始以来 税务、护照审批和移民等联邦政府服务受到影响 安大略省佩塔瓦瓦军事基地的一些楼房 一度中断供暖和热水 虽然此次暂定协议已经结束了全国性罢工 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份协议的初步谈判于2021年6月开始 工会于2022年5月宣布陷入僵局 双方都提出了劳工投诉 工资涨幅是双方的主要分析之一 政府提出三年上调9% 而工会要求三年上调13.5% 后来略微降低要求 降幅不详 工会将在今后几天向其成员详细解释协议条款 并举行线上投票 一旦经全体员工投票通过 初步协议即成为正式协议 为此有华人网友表示 这就叫会哭的孩子有堂食 这样加工资通胀很难下来 央行也很难降息 建议全国劳工来一次全国大罢工 要求四年涨12.5% 比他们少应该没问题 政府会找各种理由加税加回来 受伤的还是没工会的人 也有人表示我不知道埋怨的人的理由是什么 从salary increase的比例来说 PSAC这个contract比加拿大的平均工资涨幅都小 而且是每年都少 对此不知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自去年三月以来 美联储就一直在激进加息 以试图遏制消费者和企业所面临的高通胀 但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 以陆续警告称 这一历史罕见的紧缩行动将削弱经济 并有可能导致衰退 马斯克在周日4月30日最新发布的一系列推文表示 他作为一位旗下拥有多家全球尖端科技领域企业的商业领袖 完全有能力准确评估出全球经济的温度和脉搏 他写道 在特斯拉、Starlink和Twitter之间 我一个人掌握的实时全球经济数据可能比任何人都多 马斯克认为 与美联储相比 他拥有的数据才是反映经济形势的实时景象 在马斯克看来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 目前已经处于轻微衰退的经济将经历严重衰退 他是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发表的推文下做出这一预测的 萨默斯在4月29日发表的推文中写道 如果美联储继续采取紧缩措施遏制通胀 我预计经济放缓可能会到来 我认为 未来12个月某个时候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当大 概率可能为70% 马斯克对此回复称 美联储的数据有太多的延迟 温和的衰退已经出现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马斯克辩称 银行业危机是经济放缓已经开始的一个迹象 他以煤矿中的金丝雀和墓地来比喻并描述眼下的这场危机 不仅仅是煤矿中的金丝雀 硅谷银行死了 最坚定的矿工之一瑞信也死了 墓地很快就被填满了 进一步加息将引发严重的衰退 记住我的话 马斯克写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马斯克的上述观点其实也不无道理 就在今天5月1日 第一共和银行成为本轮美国银行业危机中第四家倒下的银行 以及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破产银行 当地时间5月1日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宣布 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门 已指定FDIC作为第一共和银行的接管人 而摩根大通银行将承担第一共和银行所有存款和几乎所有资产 5月1日起 第一共和银行在全美八州的84个办事处 将在正常营业时间作为摩根大通银行的分支机构重新开放 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储户将成为摩根大通银行的储户 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应继续使用其现有分行 直到系统更改完成 自从硅谷银行和亲自银行倒闭后 第一共和银行一直在苦苦挣扎 第一共和银行三月底资产总额为2330亿美元 若不算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将是继2018年华盛顿互惠破产后 美国史上第二大倒闭银行 截至去年底 美联储将第一共和银行的规模列为美国商业银行的第14位 排名在第16位的硅谷银行之上 FDIC将与摩根大通分担第一共和银行贷款的损失 估计存款保险基金支付的成本约为130亿美元 摩根大通发布声明称 该公司将承担第一共和银行约921美元存款 还将购买该银行的大部分资产 包括约1730亿美元的贷款和300亿美元的证券 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表示 政府邀请我们和其他人挺身而出 我们做到了 第一共和银行未能提出可行救援方案 且上周公布第一季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的存款 导致公司股价崩跌 一名匿名消息人士上周告诉法新社 美国财政部上周接触六家银行 以衡量其收购第一共和银行资产的兴趣 第一共和银行曾是一所民进银行 其通过银河富裕客户的需求迅速发展 这些客户希望获得大银行无法提供的高端服务 即便在存款利率较低时 这些客户也乐于在该行的账户里留下大笔存款 第一共和银行的情况 与已经倒闭的硅谷银行有部分共同点 他们服务于同一个旧金山湾区的客户群 以及保有大量没上保险的存款 两家银行的投资组合也都倾向于低利率抵押贷款 而随着美联储加息 市场不断上升的利率 让两家银行蒙受高额的浮亏 上周一名年轻的加拿大演员 为了模仿韩国防弹少年团BTS的成员 经多次整容手术后死亡的报道 成为媒体的热门头条 《每日邮报》的报道称 22岁的Saint Von Clucci 几个月前在一次整容手术中感染了病毒 但是这篇报道被发现 是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假消息后 已经从网站上撤下 该报道引用了 自称是Clucci公关的Eric Blake的话说 这位邮报夫的演员和歌手 做了12次手术 价值22万元 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表非常不满意 觉得自己的西方长相很受歧视 当时Daily Hive试图联系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核实Clucci的身份 回复是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霍西有关一名 加拿大人在韩国死亡的报道 正在努力证实这一消息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祝首尔记者Rachid也注意到了报告中的几个可疑细节 Rachid给The Hype Company的公关部门打了电话 Rachid在推特上写道 网站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听 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回复 你想要什么 如果这真的是一家公关公司 或者只是一个随机数 那就太好了 Variety杂志4月28日的一篇报道显示 这个故事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图像 新闻稿通过一个名为Nihilist机器人 发送给了几家媒体公司 发布的文件包括指向一个文件夹的链接 里面有一个媒体工具包 包括据称是在Clochi手术前后拍摄的照片 但是通过人工智能艺术检测器审核时 结果显示 它有75%的可能性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 据Variety报道 这个文件夹现在已经清空 给的Hype Company公关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都没有回复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